本场比赛 贝莱少远没猜浪度 洪高认为李肖鹏对他的正确使用是关键 现在李肖鹏对贝莱的使用可以说很有心得 虽然是一个大中风 但是并不是说直接处在那里 而是位置很活 也能拉到后面转身前的队友提供机会 从第一个进球也能看出 也能对这场比赛做了充足的准备 虽然李肖鹏在上半场率先取得铺门 但就能安心在第60和67分钟连入两球 对于李肖鹏的连续丢球 等于则表示是必然 这么打下去 李肖鹏丢球也是必然的 如果继续这么踢 那么李肖鹏后面比较难办 这时候都应该再退了 吉安的好 大名也好 应该再更靠前的位置站住 下半场竟然显得很积极 退守现在也很快 在上连连赛 踢上费来鱼加哈俊鹏的后腰组合之后 本场比赛李肖鹏继续扔用了肖鹏的打法 反应又能在费来鱼拖后的情况下 哈俊鹏的意志更加靠前 他也踢得更聪明了 现在哈俊鹏踢球给人的感觉就是已经成熟了 以前包括在山尔克踢球的时候 他也是初出忙碌 在心态上各方面还有缺陷